大家好,歡迎回到第二節的東漫廢物 我們今天說的是鬼神童子 剛剛麥克風說起的東西 讓我再說一點 如果大家剛才有聽直播,你固然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沒有聽我們直播的話 假如是聽archive的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現在可以聽archive 因為我們想稍微說說 我們有些問題 我們好像沒有正式官式說過這個問題 所以很抱歉如果你們之前一直都問 為什麼不能下載 就是因為我們的伺服器 我們自己都無法連結 我們無法上載我們的節目 所以你知道當年YouTube可以用YouTube下載 去下載左閘節目 所以不好意思 暫時我們沒有其他方法 只能夠由你們自己去幫忙 在YouTube下載那些節目 是 是說起剛才 講到這位作教老島的問題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其實我想如果這本書 雖然它現在的風格未必紅到 但是它如果在現在出十多期 它應該賺多些錢 以前那個年代 我想你主力收入都應該賣輸 雖然它有動畫有遊戲 但是我想那個年代周邊的風氣 不算是這麼誠衡 這個地方 現在你出玩具 就算你出動畫 都可能分到多一點 然後我想 對 有一點感覺就是它 它紅的時候 身不奉事 或者是它出賣輸的時候 身不奉事 當然那個問題就很自學 就是它現在這個年代 它出不出十幾期 一來它這個風格 它現在未必出那麼多期 二來在這個年代 當你去到十幾期 你都還有人氣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在十二期完成了 反而OK 那你就繼續出 它就會變成一套很長篇的東西 當然以它的設定來講 這些東西可能會有大變 這些What if的東西就沒辦法 純粹是夠吹 其實玩具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出很多 我想可能出一兩款 就算那時候你不會賺很多錢 始終那些東西貴也有個抱 那個年代出的 我想只是出到前軌 小明也未必有得出 現在我想小明出到瘋了 會出很多小明 然後會出很多前軌 然後後軌又會怎樣出 那你還有第幾形態 然後金剛角 那些就會分錢開來賣 那些基本功的 那其實 還有看這本書 另外勾起的回憶就是 其實那個年代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那麼多 說妖魔鬼怪的東西 但是那個年代真的很流行 這類的東西 這個題目的漫畫 例如我們說得出的有什麼 潮雨虎 地獄老師 地獄老師 JS美臣 魔界美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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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也看不少 其實這類漫畫 有幾個共通點 我自己覺得 第一當然要說妖魔鬼怪 第二 他們會賣藥肝的官能刺激 你說畫面上的恐怖和鹽花 是恐怖和鹽花的 不是的 你潮雨虎就沒有了 OK 你最紅的那本就沒有了 但是其他的都有 我想 我想 藤田和日郎 是一個 反正這樣說 還有3.3 我會覺得 藤田和日郎 是比較 另類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剛才阿Tem 都不是說得不對 就是 這一類 很多時候都會建立在 畫面 就是男女主角身上 無論是 鬼神 通常都是 女主角就是駕駛員 因為通常打是 大怪的 就是鬼的 但是 潮雨虎是非常非常之例外地 用了兩個都是紅性的 的character 所以他不是最紅的那本 因為其實藤田和日郎 我們 不可以用這個理由去證明 就斷定他是最紅的理由 而是藤田和日郎 他本身可以是因為他的技術很高 應該這麼說 其實有聽開話節目 其實我們是很推崇這個漫畫家 他說故事的技巧 我想是 都在萬屆都是 超級流 頂班 所以就 因為 因為其實很有趣 剛才說的 大部分都是單元故事 G.S. Mason 對 對 對 地獄老師 對 魔鏡美少爺也是 這本也是 其實潮雨虎 他也是半單元的 但是他有些東西都串出來 其實這個是 你看到他高張 高張的地方 而且他 因為單元故事 你 你 考量 第一 就是 孤蝕短 所以如果你 吃巧 吃巧 要不然 你很難建立到 因為你就是要在短故事上 營造到那種感情的爆發出來 彭天和日郎寫感情的爆發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寫 三十幾期的潮雨虎是很出色的 反而很適合他的風格去寫 或者是他自己很擅長地去說 相反我們說其他一些 其實看完一個故事就有一個故事 其實也不完全 特別是我們剛才說的若剛作品 到中後期都會變成中場片的故事 也有的 他們也有一些要玩幾期的 G.S. 美臣 但其實到最後都會變成炒段 地獄老師也有他那個雪女 和他白色頭髮的人 胡耀 胡耀 總之他偶爾都會走出來 他們也是有些長一點的東西 但整體來說 都不會有朝雨虎那麼連貫 而且朝雨虎 當然在這個年代 看回台也不公平 就是你看過朝雨虎的結局 他把之前很多奇事 把所有東西都包在一起 阿潮跟你說 原來我之前做的所有東西都是有用的 那你整件事是升華了 但是其他作品做不到這件事 你最多是某個章節 可能建立到一個角色 他會帶到之後的章節到 整體整個感覺就是 為什麼朝雨虎會在這麼多作品裡面 成為了可能相對上最經典的那一套 因為很明顯朝雨虎 不只是在這個劇中是經典 他是在整個日晚界裡面 都是一個經典 我又想問大家 大家喜不喜歡看鬼怪類的故事 就是很遺憾阿兵 知道今天不在 但是他不喜歡這些 他偏向喜歡魔界美少女那種 那是因為美少女 有一點不同 因為魔界美少女應該不說 順便說一點 因為 我覺得魔界美少女在這個章節來說 都很另類的 他這種血腥暴力程度 是超越了我對章節的理解 因為魔界美少女她像什麼 她真的有很多次跪襲 那種感覺是 她會有一個單元故事 其實她就 有一個零連貫的 是那個女主角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總之是那個美少女 就是那個女版王小龍 那個女版王小龍 因為她的頭髮就是黏著一邊 就是那個女版王小龍 就會出來說 然後 偶爾會有些人得罪她 或者有些人去她那裡買一些道具 會 會有些事情 她有趣的是 她是短片 她真的是一期一回一個故事 但是她是做了一些twist 例如有一個印象很深的是什麼 她問你 你們會不會有時候 在一條街上聞到那些臭味呢 這樣 你還沒看過一個故事 你不知道 你覺得這句話沒意思 原來她的故事是說 那個人忍了刑 然後 忍了刑 忍了刑 初來玩了很開心 又殺人又成又非禮 但是被車撞到 沒有人夠死在街上 但是忍了刑 那些人就不忍了 其實她是經常做到這樣的twist 魔界秘少女就是這種 因為她其實不應該包下去跟鬼神同志同一系列 因為她是再偏一點的 還有很多科幻故事 其實她是 有些像 藤子不義雄 意識短編集 其實你問我魔界秘少女 如果你說最接近的 真的是 潮月虎 JS美臣 還有這個 地獄老師其實是長次的 你問我就是 地獄老師 是長次的 但是地獄老師就少了 易小明這個角色 她只有學生 但是學生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學生都經常拿路 對 還有地獄老師 地獄老師是二童星 情報間的小學大 那些女兒 起碼是E級起跳的 對 我不讓你這麼說 因為她有說過她有多人大 她把大波條是D級的 怎麼會有問題的 那個當法 就是 她把尺子不同了 湯井空 看到她都看著 你D 那我怎麼辦 那就是退休 我問大家 你們 那個年代的時候 其實你們會不會看 你們會不會看 所謂鬼怪類的漫畫 我知道漫畫姐不是很喜歡看的 我都是喜歡黃道爺 我從小到大都是看黃道爺 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最喜歡都是看這些黃道爺 我不特別反感 但是其實剛才我們說的藥光套裡面 我最喜歡看GS美神 不算潮雨虎 我最喜歡看GS美神 因為我覺得GS美神 都相對上有些好笑 鬼神童子也好 地獄老師也好 我笑又笑不出 你說她那些害怕 其實是害不了的 因為我自己想 鬼神童子有什麼令你很害怕呢 如果你說她突然間 突然間有個鏡頭 在後面的葉條 變了木冷衣缸 那些樣子 你會笑 你明顯是想做一個 在她的尺度來說 相對上噁心的畫面 令到你可能有些官能上的刺激 但是我看漫畫 通常都是怕不到這件事 特別我自己 就算是外出了這些例如 例如香港那些鬼書的漫畫 你一隻鬼 一聲衝出來 其實就不害怕了 其實你看鬼片 突然間衝出來 那一刻你害怕 是因為他衝出來 那一刻都會一聲 畫面那一刻的衝擊 其實相對上是生的 你問我 我講回這些書 首先 那些殺必性很重要 因為對一個高中生來說 你是不會買龍骨炮 但是你可以買JS美神 可以買這個 媽媽看捉鬼 你可以買那些 媽媽捉鬼 很恐怖的 第二種是 我覺得鬼神童子連載不夠長的原因 這個也是 我覺得他的致命雖然 他不能夠恐怖 他畫些東西 如果他 我不夠恐怖的意思 我並不是指他一定要畫些屍體 或者畫些什麼出來 但是 我想對一個小學生 或者對我這些所謂可可讀者來說 你最少要做到地獄老師的程度 不是害怕 而是你真的要有一些 民間傳說的事情 對我來說 例如 我印象好新聞體地獄老師 你會說 劣口女 會說 人倉 例如 有時候他會說 什麼會為家裡帶來福氣 叫什麼 作夫同志 這些事情感覺上是像 民間傳說小百科 我融入到我的生活 其實 潮宇虎也有一些 他有說過 日本說 會擊倒人那三隻 那三隻動物 叫什麼名字 要問鬼太郎 那些 我覺得那些很重要 鬼太郎子很少 你問我 鬼太郎子 其實他在說 是因為憑依獸是人的欲望 產生出來的東西 他不需要跟任何都市傳說 或者神怪故事有關 總之我很想強姦那條女子 我就會變成憑依獸 我很想綜合彩 我又會變成憑依獸 如果馬鳳國很想上飛機 他就會變成有頭髮的憑依獸 會不會都是剁頭的 這個是他很想絲頭 他不是很想飛機 他就變成一支絲 絲頭的憑依獸 是這樣的 所以他跟那些故事是無關的 跟生活感的距離是來得很遠的 再加上其實他的故事很奇怪的 他設定了一個相對上偏遠的陣 好像什麼天神陣 很遠的 所以一開始他就是 那個陣沒有什麼人 直到是要來找生意的 為什麼沒有人來 我們的陣 浸溫泉都沒有 所以你覺得他整個環境 其實很抽離 我想就算在日本當時的讀者 我看這個地獄老師 可能你跟我說這個裂口女 然後你又會知道 其實裂口女可能在東京某些車站 曾經出活過 你會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投入下去 這個是完全沒有抽離的 所以我說他心不奉事 如果你這個故事發展在現在的日本 怎麼會沒有人呢 大樂團又多 大樂團去到遇到一些憑依秀 那些大學人過了一個都 想讓他過得到就是憑依秀 你想想想 鬼神童師的觀音 說下去 一隻前鬼怎麼頂得到達人 前鬼站在機場上 不斷打飛機 真的不斷打飛機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這本書他做不到 地獄老師很難長 我覺得三十多期的都有 他做不到地獄老師那麼難長 不要用潮流 我知道JS美臣也不完全是 因為JS美臣也很好笑 他自己有自己的風格走出來 那這本就不黃到得來 有很多老套的東西 那你看一個故事 你看一期好像看了十期 那樣 那所以呢 做不到場合很直射 我覺得他 其實譬如放在 我不知道到底日本的漫畫集資 那個年齡層的分布應該是怎樣 所以很抱歉 我只能夠用香港的類比 我覺得如果他放在Coco 當然他露點那些位置可能要修飾一下 但是其實他這個節奏 我只能修飾一下 你修飾一下 黑白不可以 你教了小朋友 當然是粉紅色 粉紅色是大家期望要的顏色 還有你給小朋友一些欺負一下 你全部都是黑白 阿姜不放過你 你說的 那你說的 馬順 所以我會覺得 你放在Coco 你那種節奏和橋段 那個對象年齡層的讀者 應該是開心的 因為你看到總之有一些危機 然後主角遇到危機之後 在同伴的幫助之下 獲得了新的力量 然後就堆壞了對面那一隻東西 很威風很厲害 是開心的 但是如果你的對象年齡層 擺高了的話 我們相對上 對一些情節和鋪排的東西 有要求的時候就不行了 有聽說近年有一本叫滑頭鬼之宣 是不是主角會隱形那一隻 什麼滑頭鬼之宣就是妖怪少爺 我們看過 好像沒有說過 說過 我記得主角好像會隱形那一隻 不是 妖怪少爺是有一半白頭髮那個 很長頭髮的 都是證文寫出的 港版 OKOK 令人仆街那個是連遊三兄弟 對 我想看那些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鬼神童子 他是一部 他本身的設定 不是民間傳說的打怪故事 他是有些教育意味 那個教育意味就是人的慾望 很直接的 但是 所以他其實真的被小朋友跌去看 而且他也 好像我們所說的 就是你會看到他打完瓶衣 然後跌了瓶衣 那個人是會有報應的 譬如他會變了智障 他會跌手跌腳 那你知道阿天為什麼 是會有這些東西 馬逢國也有報應 他就跌了頭髮 一個正常的男人 去到某年紀跌了頭髮 那當然有10個男人 都是因為報應 最少會被碎不濕 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他那個 是有他的教育意味在 但是我覺得他用了12期 都是在說同一件事 而當中的分別不大 還有聽眾說 柯南和金田一都是日本死神傳說 當然 怎麼說呢 金田一是沒有 他不屬於死神傳說 他本身是一個死神 跟柯南一樣 我覺得 老實說 鬼神童子 就真的沒有這麼好說 雖然 如果不是因為作者離開了的話 其實他就不是很值得看 勾得回我們去說 對 因為他本身不刺激 出出一下 然後出越多人 打鬥又一般 還有很難看的 其實他也是 最初 你說拿了幾隻角都更好 然後後面 出邪王艷薩龍波 就已經是很 很令你提不起勁 而且那個打鬥其實是很平的 就是一拳 一拳 一來一往 沒有特別的戰術 非常直接的 所以這套東西 懷念一下 你以前看動畫是怎樣 說動畫之前 我想多說一點 就是他連配角都寫不起 牛佬 他是有個 叫什麼 狀真 神酒狀真 那個和尚 一開始說他拿什麼退魔劍 總之你當桑園馬靈劍 但是這個角色是完全有 開頭看著 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強的存在 就是對付那些貧衣獸 那個就是錢鬼 所以他就要努力地修煉 追上錢鬼 然後在犬神篇之前 他就覺得自己跟不上 我繼續跟錢鬼一起戰鬥 只會成為錢鬼的拖累 所以他就要自己去鍛鍊 鍛鍊完成回來 才會重新成為同伴 在犬神篇的尾段 他就出來的 他出來的尾段的時候 他就是被逆小明的老婆 逆小鬼 帶過去跟他說 我們就不夠人 所以就想要多一個術師 幫你做個封印陣 你就不要去場打了 你也是死的 所以他就在做封印陣 之後他就只負責一個天台 他就突然間發現 有很重的魔器 這個城市有點不妥 他先去通知錢鬼 他只是這樣 這個角色 已經變成了 你的配角全部都是這樣 他基本上已經沒有其他配角 然後獸海皇帥出來搞笑 所以你會看到 他連配角都寫不起 這套東西 我覺得他其中一個比較印象深一點 就是小郭大人 是計算Uncle Ben之後 死了戲法力是多次 有什麼事就會出來 小郭大人好像精神分別 小郭大人出來 應該是幾乎每隔一兩期 就出來三四次 這個人好像不可以死 是不可以死過 他就永遠精神長全 另外剛才蠻記問到動畫 老實因為看動畫是小學 印象其實不深 我其實對整套動畫 最有最有最有印象的一個位置 是首主戲曲 影山唱的那一首 我想他那個 其實如果你現在看歌詞的翻譯的話 其實他都用得回 漫畫裡面一些 一些對白 或者一些 Terms 例如他裡面有一句 就是前鬼降臨 聖林聖林 因為他裡面會經常提起這些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那首歌好聽 然後歌詞又用回漫畫的一些元素 還有因為始終影山大神唱 他的聲音夠熱血 他夠厲害的 唱這些歌就很有感覺 甚至到今時今日 可能張波長或者影山自己的一些音樂 他這首歌很多時候會放在Encore 位置唱 他在前走大家就很興奮 然後大家跟著他一起叫Sanky Sanky 那一刻的氣氛又很好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 套到動畫裡面 他變成一首演唱會的歌 我覺得動畫來說 這個位置很厲害 他厲害不是因為動畫厲害 因為影山真的很厲害 其實動畫 如果大家想重溫 Youtube是有的 你說Youtube是不是合法 Youtube這個平台合法 大家明白 你放得上去 總之我跟你說Youtube有 不難玩就打鬼神童子有 好了 今天的鬼神童子大概是這樣 下集我們會講一套 非常誘惑的作品 一聽名字就知道很誘惑 奇幻智慧隊 用一些很神怪的方法來打飛機 用一些很神怪的方法來智慧 究竟有多奇幻 有多智慧 要拍幾多遠才能夠 有幾隊呢 那就要留意我們下集的動畫回物 那今天的 那天的咬姐幫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機會可以給大家 在Youtube看到 盡視 為了這樣 因為我回到香港之後 就糟糕了 約了阿天 會做一個小的 時政特備分享 再給大家更多一集的節目 送給大家 記得既然是這樣 那不如就 施捨一下動畫一個發財前 好 今晚節目時間到這裡為止 拜拜 拜拜 拜拜